你們好 我是樂軒的料理長 叫陳冠宏 我們樂軒是2014年在台中開了第一間店 然後在2016年的11月開了仁愛店 然後在2018年又開了松阪亭 然後接著我們2019年有一個全新的品牌和牛歌膨 我們整間店的裝潢當然是以版錢為主 就是歌膨 傳統歌膨概念的 當然我們還是有包廂 那包廂的話還是可以體驗得到燒肉的部分 對 然後我們的版錢師傅都可以在現場 讓你們看得到說 現場幫你們烹調製作料理的過程這樣子 因為在日本高級的料亭跟歌膨 他們現在有趨勢就是用現場搖烤的方式 那這個搖烤爐有趣的是它非常的重 它兩百多公斤 那它跟以往的燒烤或者是直火燒烤不一樣的點是 它是360度的環繞的熱能去烤製這個牛排 所以肉質可以完整的鎖在牛排裡面 那這也是一個台灣比較新的創舉這樣子 第一個是說我們歌膨就是現場師傅的切割的食材跟烹調食材 都是在現場版錢幫你們處理 那跟以往樂圈不同的是說 以往樂圈是桌邊燒烤就是有專人幫你們服務 對然後現在變成是師傅在幫各位服務這樣子 我們這次夏季用的是 我們也用了台灣的夏季的綠竹筍 還有台灣蘭嶼的飛魚卵 還有日本金剛的水果 還有日本鹿兒島的魚類 對還有法國的松露啊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A5的日本和牛 那我們的餐點的部分 我們的牛舌當然是我們用後期的牛舌方式 那我們是把它拿來做搖烤 然後搭配我們台灣的綠竹筍 還有我們新鮮手炒的土雞蛋的蛋黃 蛋黃粉來做搭配這樣子 那生魚片的部分我們有用鹿兒島的鮪魚 鹿兒島的白桿 還有赤貝的部分 赤貝的部分是用日本的 那就是我們的食材搭配起來 盡量也是以日本的元素來做搭配這樣子 那腐飯的話 就是用日本萬古燒的土窯來做腐飯這樣子 那裡面搭配的有辛蟹米 還有法國的黑松露 然後當然裡面還有海膽的部分 我們北海道的海膽來做搭配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A5的牛排做搖烤 我們會運用一些中華或者是台式的元素 然後去做一個日式的呈現 讓台灣人可以更能接受 和時的饗宴這樣子 和時的饗宴這樣子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感谢观看